广西小伙花一千万买下没人要的荒地 被村民嘲笑是败家子 然而四年后 他靠荒地在七天内狂赚数千万 还将普通的草鱼卖到了五百八十八一条的天价 他是怎么做到的 2008年的一天 正在读高三的庞祈卫突然回到了家里 可对他的父亲说的第一句话 就吓了他一大跳 庞祈卫张口就问父亲要三十万 当父亲问起理由的时候 他只说了一句话 就让父亲当场同意 让三十万交给他 他到底说了什么 能让父亲同意给他三十万 让他随便折腾 原来庞祈卫说 他发现了一个养殖草率的商机 只要有三十万的启动司机 就能在这个普通项目上做出成绩 而魏祈卫的父亲是村里的养殖大户 养了十几年的猪 积累了上百万的家产 所以这三十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于是就答应儿子 只要他不耽误高考 就同意给他三十万 让庞祈卫拿去创业 同时也希望儿子能闯出一番事业 于是他帮儿子建鱼塘 进鱼苗 可是父亲把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 庞祈卫却做了一些 让所有人都看不明白的事情 他没有去管理鱼塘 反而去村里承包荒地 而鱼塘也才十二亩 庞祈卫却承包了五十亩 没人要的荒地 而这些荒地还什么都不种 就用来种草 可庞祈卫承包这么多荒地 吃巨子种草 用来干什么呢 原来他想要养名副其实的草鱼 而市场上的草鱼都是喂饲料 他的草鱼只喂草 其他什么都不喂 我们这个象草相当于 我们吃饭一样是煮粮 那这个像这种野草啊 是他的配饭 等到2008年3月的时候 鱼塘盖好了 投放了4000个鱼苗 一切很顺利 三个月后 庞祈卫也好上了大学 就这样 他在只有19岁的年纪 就开始边上大学 边创业的道路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创业的道路会这么艰难 庞祈卫平时在南宁上学 父亲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业 既要忙自己的猪肠 又要帮儿子照料鱼塘 可是没过多久发生了一件事情 差点让父子两人犯了成仇 可感情很好的父子俩 怎么会闹翻呢 原来在2009年的一天 庞祈卫像往常一样 回家看看鱼塘的情况 可他刚进去 就看见有人在施工 还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父亲要在这块荒地上 新建一个养殖场 这时庞祈卫却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事 他叫停了挖植鸡的师傅 阻止他们动工 就坐在驾驶室这里 我说师父你别上来 师不施工 这个是由我说了算 反正我就是不想让他开工 被庞祈卫这么一闹 工程没办法继续施工 他的父亲也赶了过来 往西小伙四年 花光100万家产 成了村民口中的败家子 他却扬言 自己在七天之内 就能将钱赚回来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不仅在七天内 赚到了200多万 还将普通的草鱼 卖到了588一条的天价 他是怎么做到的 庞祁卫的父亲 想在他的荒地上 新建一个养殖厂 他却死活不同意 可按理说 父亲扩建养猪场 是一件好事 庞祁卫为什么要百搬阻拦呢 要在我们这个田边过 如果在这里建猪场 我们的牌物系统搞不好的话 这条河被猪粪污养 那下面的鱼 全部被污养了 原来 他的鱼塘依山而建 用的是山泉水养鱼 饲料则是自己种的橡草 为的就是保证鱼的污染 所以他非常坚定地 阻止了父亲在这里 过去养猪场 父亲知道这件事后 同意将猪场整体上移 为了支持儿子的事业 哪怕会多花几十万 他也无怨无悔 可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 让这个老实芭蕉的男人 再也无法承受 直到现在提起这件事 也依旧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在2009年年底 鱼塘的草鱼 已经养了一年多了 到了能卖的时候 庞祁卫却对父亲说 这鱼不能卖 他心里有一个计划 如果能够实现 他就能把一条普通的草鱼 卖到四五百元的天价 敢相信 都能够卖了四百多块钱一条 不仅父亲不相信 就连村民听说了这件事 都觉得庞祁卫是在白日做梦 从来没有听说过 草鱼能卖到这么高的价钱 虽然父亲心里也不相信 但是他看到儿子 自从养鱼后发生的变化 还是选择继续出钱出力 虽然儿子的变化 让他很欣慰 同时他也想看看 庞祁卫到底有什么办法 能把一条普通的草鱼 卖到几百元的天价 就这样 庞祁卫在父亲的支持下 鱼塘每年都在拖欠 等到2011年的时候 鱼塘就从当初的12亩 扩大到了50亩 而皇帝种植的橡草面积 更是达到了200亩 光是故宫人割草 给鱼当饲料 每年就要花费将近20万 而庞祁卫养鱼 创业的这三年 父亲相继投入了100万元 养猪场赚的钱 全都用来支付儿子鱼塘的开销 家里也因此欠下了30多万的外债 就算这样 他的草鱼还是一条不满 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 就连一直支持他的父亲也动摇了 2011年3月 往期一连两个月滴水未下 山泉水流也变得越来越小 水质也变得浑浊 草鱼出现了大规模死亡的现象 这一次 父亲再也坐不住了 可无论父亲怎么说 庞祁卫还是不同意卖鱼 全家人都在劝他卖鱼 根本不理解庞祁卫在坚持什么 因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鱼就死了将近1000条 虽然庞祁卫知道家人是为了他着想 但是他有自己的计划 赵大学这几年 他几乎跑遍了南宁所有的水产市场 所以庞祁卫相信自己对市场判断 只要再坚持半年就能看到收获 他甚至对家里人说 半年之内他一定能拿回100多万 可是鱼养了三年多 一条都没卖 庞祁卫要用什么办法 在半年之后拿回成本呢 等到6月份终于下雨了 他的鱼塘也不再死鱼 这让庞祁卫更有信心了 往期小伙养鱼三年 却不卖一条鱼 还放下大话 说要在半年后靠鱼 挣100万 成了村民眼中的疯子 然而半年后 他却在7天内狂赚上百万 还把鱼卖到了500亿条的天价 他是怎么做到的 庞祁卫在玉林市的林镇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个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鱼 可是他们不喂饲料 只是随便喂一点青草青菜 鱼的个头就长得特别的大 而且在那林当地 一直都有消费大个草鱼的习惯 外面的草鱼一斤五六元 而农户们养的本地大个草鱼 就有35元一斤的高价 一条鱼能卖到200元的高价 可是因为没有统一的销售渠道和销售模式 大个草鱼在当地一直都没有人规模化养殖 而庞祁卫在大学期间发现 南宁市场上十斤以上的草鱼非常少 他觉得这是一个商机 如果自己能规模化养殖走礼品路线 那就一定能赚到大钱 于是他回家乡父亲要了起工资金 承包荒地专门种草 养殖大个草鱼 等到2011年年底的时候 他养了四年的大个草鱼出唐了 因为是纯生态养殖 所以庞祁卫的草鱼 比市场上的草鱼更加筋道 品质更好 他不仅对草鱼的品质有信心 还在包装上也动了头脑 给草鱼搭上包装 准备推出活鱼大礼包 一开始庞祁卫带上了底小草鱼 来到南宁 一家专门经营鱼类的酒店试一下 结果和他预料的一样 酒店经理很满意他的草鱼 丽则就签订了供货合同 因为以前的大个草鱼 都是从散户那里收购的 货源非常不稳定 而庞祁卫这种大规模养殖 正好解决了货源的问题 而更让他高兴的是 他养的大个草鱼 能在这里卖到100元一斤 这下庞祁卫更有信心了 因为推销给酒店只是第一步 他想要的是更大的市场 庞祁卫又盯上了什么销售渠道呢 2012年1月15号这一天 这时距离过年还有整整七天 庞祁卫把剩下的鱼 都拉到了南宁市的一个高档小区门口 将10斤到15斤的草鱼 分成了三个档次进行销售 15斤的草鱼 更是卖到了588元 而庞祁卫之所以选择高档小区 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消费能力 过年前七天 则是购物的黄金期 他的活鱼大礼包 最适合在这个时候出售 仅仅一个礼拜 2800条草鱼销售一扣 销售额达到了130万 他成功的在半年内 挣到了上百万元 庞祁卫的经历 对你有什么启发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